進口彈爭議持續的延燒 現在還出現了有臉書粉專的版主 因為連日來評論進口彈事件 遭網友恐嚇威脅人身安全 被迫關閉粉專 對此行政院長陳建仁表示說 也請桃園地檢署介入調查 農業部代理部長陳俊濟也強調 農業部絕對不會因為外界 對專案進口的質疑還有批評 就讓粉專關閉 在批評政府的時候 我當然會受到非常多的壓迫 還有人去傳訊息 我老婆的名字還有住哪裡 跟家人的資料 那一宿人身安全受威脅 只是因為揭發進口彈 他的臉書粉專遭到網友出征 連家人都被牽連 遭恐嚇被迫關粉專 現在檢調要介入 除了警方已經有報請桃園地檢署 主動來了解事情以外 他們也試圖跟當事人 來了解受到威脅的狀況 因為也沒辦法破案 他們本身也不希望受到干擾 院長針對的問題 一個月有沒有問題 蔡英黨立委連番追問 開槍不給破案時辰 就要發動杯葛 院長 講話 我剛才已經講得很清楚 不過我的答案 好 院長 上位 我跟你講 20票總之群 絕對不讓上去 約問怨氣直接掉頭走人 由於被恐嚇的林先生一家人 是桃園市民 市長張善政也擺出態度半倒底 已經通知我們警察局長 開始要對這個林玉宏先生 做必要的保護 我們農業部這次處理雞蛋的事情 荒腔走板 應該要接受公平 即使他有不當的一個批評 但是我們不會讓他的粉磚 我們也沒能力讓他的粉磚就關閉了 建國蛋風波越演越烈 台中兩家一蛋製造廠 日前被查出未造產地 巴西蛋假冒台灣蛋 廠商至今遲遲不提供蛋品流向 台中市府寄出總罰 市府今日依史安法第47條規定 所50萬元罰還 建國蛋正義連環報 還沒釐清又有案外案 身高成政治對立 誰都不樂見 記者綜合報導 當然 當作為瞞東